下午3點多 救護車匆匆忙忙轉進小巷內 過沒兩分鐘 警車也閃著警笛 立刻抵達現場 因為校園門口驚喘有人揮刀 警方接獲報案說 校園門口有人遲到揮舞 不敢大意立即趕到現場 發現一名女子手上有多處刀傷 仔細一查這才發現 原來是一起感情糾紛 警方道場發現一名 19歲的李希女子 就在校門口 要求30歲的汪希女子出面談判 汪希女子說 我們已經分手了 不要一直糾纏我 於是打電話報警 沒想到這時候 李希女子竟然拿出獄藏的小刀 朝自己手腕自殘 巨大的爭執聲 就連附近民眾都跑來一探究竟 這段疑似失聲女女戀 竟然演變成揮刀衝突 受傷的李希女子 魏艾特地從台南北上 還在學校附近的撿餐店苦等多時 沒想到卻還是挽回不了這段感情 汪希女子也因為受不了糾纏 申請家暴令 只是兩個人的感情糾紛 卻在校門口揮刀 也嚇壞了失聲以及父親民眾 記者江明華少平 謝文翔 台北報導